親愛的朋友 新年共悉 大家平安 才出色兩年 當這幾次來看過那個應驗 嚴重你多多的事情 不感覺越累喔 通常我們就是喪滴 敵人就是喪滅 近平日的四篇 四十六篇 七十節說 你都要吃飯 點點 要抵押那個喪滴 你都知道新的應驗 更新你都重新出發 由於這故事說 由於其四篇在哭茶堂 記得要落肥子跟女路來哭茶 出場當天普羅的年處民 來拔東西和台路 因為時間非常地拔 是有關路 在年處民 非常地吃苦耐勞 記得百季和十公斤的東西 還可以做得行動驚 一連三面 接著哭茶堂非常順利 照他的計劃進行 他把哭茶堂放棄 不過都提醒他 打造 哭茶堂準備要出發的時候 發現烈頭人出民 全部在血痕外行 不過英雄已經說 記得是無念他出發 哭茶堂跟他們很感激 不斷生氣 趕緊他討好好的 那要煩惱記住 每天都要整齊 那些烈頭人 想要要求加錢 烈時 年處民 帶頭跟他們出家的事說 這有記住在傳統 拿那臉書三面 來幹路 提醒他 一天我會停下來 血痕他們的 免得 能夠喝醉 感到不爽 能夠喝醉 對呀 當成的一句話 本能夠的靈魂 來乾爽七家的局部 由上次 能夠無憾 不是七家才無憾也 既然他在聖經十篇 四十六篇 七十節 也能夠說 他就要黏黏血痕 要在他們的鬆體 年輕的應驗 由鬆體上週能夠 神法總的血困擾 補充力量的源頭 當年處有法力 有精神 聖地祝福他家